试探 多多不斥 生命点试探 人人都来解 沙方声 吃素念佛 用世纪 心动 推动 救生命的大事业 共同和大如来战业 接下来请收看 中华德育故事 中华德育故事 宋真宗年间 辽国多次进犯宋朝边境 公元一零零四年 辽国萧太后辽胜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 前锋已到禅州 直逼宋都开封 副宰相王亲若暗地里劝真宗逃跑 宋真宗犹豫不决 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 寇爱卿 有人劝我迁都金陵 有人劝我迁都成都 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这 这是谁出的好主意 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 那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如果弃城南逃 必将导致人心崩溃 那么敌人就会趁虚而入 国家难保 陛下 您是神明威武的皇帝 如今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 臣以为如果陛下亲自带兵出征 必会鼓舞士气击退辽兵 可辽军强大 万一 主张难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 现在敌人迫近 人心动荡 我们只能前进一尺 不可后退一寸 这 这 只要陛下亲征缠州 臣和所有将士愿与辽军背水一战 既不可失 请陛下立刻动身 那好 就依爱卿之意 明日我们就开拔 爱卿 辽国已经派使者议和 但要求隔让土地万万不可 如果要点钱才可以答应他们 陛下 他们要和 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师弟 哪能再给他们钱才 爱卿 朕看此事就这么定了 草立 在 陛下 你去辽营谈判 如果他们要赔款 迫不得已 就是每年一百万 也答应算了 遵旨 这 这 你听着 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 否则回来的时候 我要你的脑袋 禅州之战 多亏 多亏扣爱卿 有勇有谋 虽然我们损失了十万两银 二十万匹捐 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能达到暂时修兵 为我大宋 从长计议赢得时间 爱卿 真是功不可没 臣愿为陛下 为大宋江山设计 干脑涂地 在所不惜 陛下 如此器重扣准 莫非因他 有功于设计吗 禅州一役 诸侯有以为止 而陛下反映为 扣准功不可没 臣实在是不明白 这是何过 陛下贵为天子 凡于外移做城下之盟 岂不是可耻的事情吗 禅州之意犹如赌博 扣准劝陛下您亲征 就是把陛下当赌注 孤注一掷 简直是国家的一塌耻辱啊 幸亏陛下 鸿福齐天 才得以无事啊 朕知道了 由于受王亲若等小人禅言 不久 宋真宗将扣准八相 真宗大中降福年间 王诞为相 扣准任书密室 王诞 自子明 太平新国五年进世 出身得放高超的世幻之家 度量非常大 平日对家人从不发怒 且宅心仁厚 正直无私 更是深得皇上信任和器重 王诞与扣准 喜童年进世 同朝共事多年 老爷 辛苦了 喝杯茶吧 多谢夫人 老爷 夜深了 早些休息吧 我还有奏折没有写完 夫人先休息去吧 王诞经常为了民生疾苦 承报奏折 通宵打蛋 小翠 给老爷的汤炖好没有 炖好了 夫人 快给老爷端去 老爷这就要去上早朝了 快去吧 是 是 夫人 老爷 夫人让您喝了这碗汤再走 老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小心弄脏了您的衣服 不要紧 不要紧 有没有烫到你 没 没有 别害怕 烫到哪儿了 没有老爷 老爷您等一下 我这就给您拿套衣服换上 好 我上朝了 小崔 怎么了 夫人 老爷真是好人 我刚才不小心把烫剑到老爷身上 老爷不但没有责怪我 还问我烫着没药 老爷身为宰相 可对我们下人也是那样的和气 是啊 我陪老爷这么多年 也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又有人上奏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部下谋划兵变的事情了 众爱卿有何良策啊 这 怎么 众爱卿都没有办法吗 陛下 臣听说军马副都指挥使张敏训练骑兵过于严厉 甚至有人因为责罚过重而险些送命 很多官兵都难以承受 臣以为张敏不堪担当此任 应该立刻解除兵权 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 以示皇威 王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 张敏奉旨训兵 虽方法不大 但微臣认为此事如果过分责怪张敏 那么今后别的将帅就无法带兵了 而若马上逮捕策动兵变的人 就会震动京城 引起不安和恐慌 微臣记得陛下几次想任命张敏为疏密使 现在如果提升他则既解除了他的兵权 又会使谋反兵士安定下来 事情就会平息了 爱卿言之有理 就以爱卿之意 王诞善于处理大事 是难得的好宰相啊 能为朕置太平者 必是王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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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给陛下请安 爱卿请起 谢陛下 爱卿不必拘离 坐下说话吧 嗯 爱卿最近身体如何 谢陛下惦念 臣身体还好 爱卿为朝廷操劳忙碌 真是辛苦了 陛下 这都是臣分内之事 臣愿意为朝廷效力 为大宋江山 尽臣微薄之力 嗯 朕有一事不明 陛下请讲 寇准总是批评你 专说你的短处 还处处和你作对 而爱卿却经常称赞寇准 这是为什么 臣蒙陛下恩欲 酒餐国政 在处理政事的时候 失误必然很多 但因职位较高 一般大臣 都不敢指出我的缺点 而寇准 却能不顾我的官位 比他大 直臣我的不足 对皇上无所隐瞒 这就更加看出 他的忠贞直率 这也是臣下 看重他的原因 有这样的大臣 既是国家之福 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啊 人们都说 宰相肚子里能撑传 我看你就是这样 一个宰相啊 谢陛下赞赏 臣以为扣准办事公正 文武双全 刻作安邦定国制裁 足以为陛下担其重责大任 寇准的确是个 直言善贱的忠臣 而有你这样宽宏大度的贤相 更是我大宋的福问啊 陛下过奖 微臣谨记陛下恩责 任贤去邪 在所不辞 大人 您看 这回咱们可以出口气了 大人 上次咱们中书生 让寇准可害惨了 这么多人被降之处分不说 还让大人也因此受到皇上的责备 这回咱们可要好好揍他一半 万万不可 当初大家被责罚时心里一定不舒服 你们说说看 书迷苑的人那样做对不对 当然不对 当然不对 是啊 书迷苑的印信盖颠倒不是什么大事 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不对 就不要学他们 把这个公文送回去改正便是 可是大人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是啊 大人 您没看他们 哪里把咱们放在眼里呢 此言诧异 家和万事兴 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 只有家里人团结和睦 才不会受外人欺误 这也是一种智慧 在朝为官 更要以和为贵 何况寇大人 向来以黎民百姓 和朝廷利益为重 能监督我们 与我们也是一种鞭策 我们该虚心接受才是 是 大人 大人 何事惊慌啊 您快看 这不是我送到中书省的公文吗 怎么返回来了 可爱卿 事情没那么严重的